大家好 我是植杯大叔林一峰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美国威士忌 以及介绍美国威士忌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美国威士忌全书 是我一位好朋友邱德夫先生的巨著 我记得前几年 我就跟邱德夫先生 我们一起去了美国的威士忌参访团 我们到了肯塔吉州 去了解当地制作美国威士忌的文化 土地人们制成做一个深度的解析 当许许多多的人像观光客一样 在那闲散的很开心的 这个悠游于美国文化当中的时候 邱德夫先生是非常认真的 把一本一本的介绍美国威士忌的书 买回来 所以他拉回来里面的行李都是书 事隔多年之后他终于出了这本介绍美国威士忌的书 我常常跟大伙说大家对于美国威士忌误 太深了 太过于瞧不起美国威士忌了 因为其实我认识了很多喝威士忌的人 都认为苏格兰威士忌才是王道 这几年涨了很多的日本威士忌也是王道 而美国威士忌 哎呀就是便宜的东西 还有加拿大威士忌 简直就是美国威士忌的附庸 所以很多人用这种观点跟想法来接触美国威士忌的时候 总是将美国威士忌停留在他们过去20年30年所接触到的 所谓美国威士忌的思考方式 对于新一波这波大浪潮来的时候 美国威士忌的精神都没有办法抓住 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这本美国威士忌全书我非常推荐 因为他从历史开始下手 这本书我有写推荐序 我拿到这本书的初稿来看的时候 哇真的是津津有味啊 原来美国的历史都是威士忌所造成的 美国的建国的开端 都是因为酒来造成的 大家为了酒的争夺 甚至酒占了美国刚开始建国的大部分税收 所以你就知道美国人都是酒鬼 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这个里面这本书很棒 里面从历史来看 如果你想研究美国威士忌历史 可以看这本书 还有制成 最后呢 他也介绍了几家 你必须要用全新的观点来看的酒厂 当然他也介绍了一些传统的酒厂 所以美国威士忌全书这本书啊 你想了解美国威士忌 非常适合买来看的 不过呢非常厚 这个睡前读悟 有热情的 看的不亦乐乎 没有热情的看了帮助睡眠 都很好的 我希望大家仍然能够透过阅读来认识威士忌 我觉得这才是所谓知识性平隐的王道啊 不过我还是稍微讲一下 我自己呢多年来研究美国威士忌的一些心得 你知道美国威士忌要不是在1920年代 美国人自己颁发的禁酒令 我们或许现在所评引所有威士忌的品味 都是由美国威士忌所决定 因为一直以来美国有最多的人口 以及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谁的市场最大 谁就决定了品味的方向 所以人啊 心胸要稍微放宽广一点 不要说哎呀我只喝苏格兰威士忌 我不喝美国威士忌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品味跟喜好 过分符合了主流的价值观 而现在的人们认为好久的主流价值观 是苏格兰威士忌所决定的 不是美国威士忌 但是不小心美国威士忌 如果在100年前 它并没有做出错误的事情 而成就了 它现在决定了我们品味的价值观 或许很多人就会说哎呀我不喝苏格兰威士忌 美国威士忌才是王道很有趣吧 所以先不要有太多既定的价值 我们来认识美国威士忌才是对的 美国威士忌到底跟苏格兰威士忌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第一个他们从原料就很不一样了 美国的使用古物其实是非常自由的 他们有小麦大麦大麦芽 裸麦燕麦玉米以及各种不同的谷类都可以使用在美国威士忌上 但是苏格兰威士忌都是以麦芽所制作的 所以原料上其实是不一样的 以及他们在最主要决定威士忌风味上的发酵也是不一样的 我去逛过几家美国威士忌酒厂 他们对于他们的酵母菌是非常在意的 因为他们整个酵母菌是有传承的 他们有特定的酵母的保存的方法 让古老的酵母一直可以维持着的 而苏格兰威士忌绝大多数的酵母 都是买所谓的工业酵母 而且他们在发酵的过程当中 苏格兰发酵都是用麦芽汁放进酵母菌去发酵的 所以发酵的过程是汤汤水水的 而美国威士忌啊 像是他们主要以玉米作为原料 他们的玉米不是磨碎的 他们是用撞击的 让它仍然保有颗粒状 我上次去他们的发酵池 我直接就把手伸到发酵池里面 因为感觉它不是汤汤水水的 看起来很像磨碎的 台语听得懂吧 磨碎 粥它是半固态的形式 所以它发酵的状况也很不一样 以及它在蒸馏的过程 像苏格兰麦芽威士忌 他们都用POP STILL胡式蒸馏机来蒸馏 而美国威士忌呢 绝大多数都用连续式蒸馏机来蒸馏 可是有意思的事情是 其实我觉得美国威士忌真的很自由 因为他们也可以使用连续式蒸馏机 也可以用胡式蒸馏机 用其他形式的蒸馏机他们也没有问题 他们可以做二次蒸馏 也可以做三次蒸馏 所以其实从原料 甚至从蒸馏的方式 对我个人而言来说 我觉得美国威士忌其实更自由的 不只是如此 他们连使用橡木桶的观念都不一样 在苏格兰 几乎所有的苏格兰威士忌 几乎都是使用二手桶 只有极少数是使用Virgin Oak 就是所谓的处女桶 就是新桶 所谓的波本桶 就是成年过波本酒的桶子 所谓的雪莉桶 就是成年过雪莉酒的桶子 所谓波特桶 就是成年过波特酒的桶子 所以苏格兰威士忌的产业 几乎都使用二手桶 而美国威士忌规定 它只能够使用全新橡木桶 所以就知道了 其实虽然他们都叫Whiskey 而且他们的Whiskey中间插了个1 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原料 从制成从统成 他们基本上用着截然不同的观念 在制作属于那块土地的风格跟特色 我们应当用完全不一样的观点 更开放的心胸来认识美国威士忌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前面 林老师要介绍的威士忌 你知道吗 我从30年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就开了酒吧 那时候的酒吧都是美国威士忌 而且我们喝美国威士忌很简单 我们都是从那个好莱坞电影里面写的 好莱坞电影喜欢喝那个Shot 喝美国威士忌的时候 一定要用那个Shot杯 然后旁边再点一瓶啤酒 平常跟朋友喝啤酒喝喝喝喝 要补酒精的时候赶紧一个Shot杯再干 然后干完之后 Double 然后再喝啤酒 然后再喝Double的波罗本威士忌 如果你酒量不好 想喝点鸡尾酒 来很简单 Whiskey Coke 就很简单就是威士忌一份 加可乐一份 Whiskey Sour 一样就是波本威士忌加 柠檬汁 Would you be kind enough to order me a Whiskey Sour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以前我们的酒吧里面喝酒都这样 这是我最早以前 30年前对于美国波本威士忌的认知 Jack Daniel 金冰 Wild Turkey 还有什么Four Roses 当时所能认识的 都是一些较为平价的美国威士忌 等我真正认识研究美国威士忌的时候 苏格兰威士忌的顶级商品 你知道我们过去在喝的美国威士忌是没有年份的 他们甚至成年的时间就有两年三年很多好一点的到五年 所以超过十年以上的美国威士忌 基本上屈指可数 为什么会这种状况 第一个 他们的温差较大 第二个 他们是使用全新橡木桶收成 以至于过长时间的收成很可能会 over oak 就是橡木桶有过重进入了威士忌的风味当中 造成过分的苦涩的气味 我今天在桌上这些顶尖的高年份的特殊款的美国威士忌 其实他们是从一刚开始入桶的时候 他们就必须要设定他们的圆酒 以及他们的橡木桶的状态 有机会再跟大家谈谈 什么叫顶尖的好的橡木桶制作 因为我飞到美国的时候 我们特别还到美国的木桶厂去参观 来我们一支一支来介绍 这支是我已经跟大家介绍过的 美格的圆桶强度 像这支酒过去美国威士忌很少标示圆桶强度 甚至所谓的单一桶的形式 而美格这支圆桶强度 是后来才上市的特殊款 美格这支酒有特殊以所谓的软红冬小麦 特别做出细腻的口感 有机会可以试试看 它以这个红蜡风的形象 就是美格独一无二的形象 这支Nut Creek是我自己从美国参观的时候带回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风头黑蜡 这是我自己拿着瓶子 去放到黑蜡里面再拿出来 最后的时候工作人员说 Steven你要拿你的大拇指 压在这个上面的黑蜡上面 然后留下我的指纹 所以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上面有留下我的指纹 像这支你看 它特别就飙了 这支就是特别款Single Barrel Single Barrel 它有120个Proof 酒精浓度高达60度 我们既然讲到Proof 就要特别说一下 音质的Proof跟美质的Proof是不一样 如果你不了解 回去上一集看我谈藍姆酒就知道 Proof就是酒精浓度的某种单位 要记住音质的Proof很简单 你知道吗 格兰花格是不是有个105 格兰花格105是60度的酒精浓度 所以音质的Proof 60度等同于105Proof 而美质60度的酒精浓度 等于是120Proof 等于是一半的意思 所以这个Proof 音质跟美质是不一样的 再介绍这一支Elia Greig 也是美国威士忌的新观念 你看它开始标示了 所谓的2006 就是单一年份的威士忌 像现在像这样的美国威士忌 相对整个美国威士忌市场来说 都是非常稀有的 另外再介绍这一支Quistal Peak Quistal Peak这一支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Stray Ride Ride就是裸麦 或称之为黑麦 它也是美国威士忌很重要的一个品种 美国威士忌主要的品种是以玉米 另外一种就是裸麦 这支Stray Ride就是以裸麦为主轴的风味 一般来说玉米为主轴的美国威士忌 带来是一些比较鲜甜的气味 而裸麦为主轴的气味 带给的是更多的辛香料的味道 另外这支就是林老师之前要推荐大家 什么叫做顶尖的好的美国威士忌的时候 所选出来的支天命 这支是非常特殊的高达15年熟成的美国威士忌 15年的熟成也许对苏格兰威士忌来说不算什么 可是对于美国威士忌 美国威士忌甚至 可以高达8%到10% 就像是台湾的威士忌的 程度而15年的熟成相对来说 它其实是更成熟的味道 因为它使用的是心筒 所以那个饱满的程度 是远远强大过苏格兰威士忌的15年 而且对于美国威士忌来说 15年的成年是非常稀有的 然后这支呢 如果你是一个美国威士忌老涛 你一定听过这支 因为这支几乎带领了美国的威士忌走向新纪元 它曾经是所有美国威士忌老涛心目中的梦幻艺品 我的美国威士忌梦幻之旅 还特别为了去找Puppy Van Winkle的所有的系列来喝 千寻万寻 即使我到了肯塔基州 我都找不太到 直到我到了一家最顶级的酒吧里面 终于看它摆出三支Puppy Van Winkle 我才得以一场夙愿 这支酒呢 非常的厉害 我还记得我在喝它的时候 我感受到的是 就是你口中汤中是像蜜糖的 像是太妃糖的 然后是一种浓稠的感受 是我之前在过去所有的苏格兰威士忌当中 从来没有喝过的感觉 今天呢我们来介绍美国威士忌 终究还是要找一支威士忌来喝 我们就用了这一支 这一酒叫Mictors Mictors这个酒呢 如果你喜欢看美剧 在Netflix有个美剧叫Billions 它谈的是个检察官 跟Hedge Fund避险基金的老板 两个之间的斗法 好好看啊 然后如果发现呢 里面那个Hedge Fund的老板 跟他的二手呢 他们每次在庆祝的时候 都喝Mictors 而Mictors这支Celebration呢 曾经在2019年上市的时候 以5000美金的上市价 约等于台币15万 创下美国威士忌 有史以来最高单价的历史记录 最昂贵的美国威士忌 我为了今天要谈美国威士忌 我特别去 因为这支是我很久以前拿到的 我特别去上网查一下 现在这支酒多少钱 这支酒现在在WineSearcher里面 是大概55万左右台币 而且是最便宜的 WineSearcher里面最贵的 接近100万台币 就是这一支 我们今天就试喝这支酒 来我们看一下这支酒 这支Celebration啊 它里面的酒益 有超过30年以上的美国威士忌 天啊 我从来没有听过超过30年 成年以上的美国威士忌 这是头一次 这里面有着这么的长时间熟成的 美国威士忌酒益 其实是非常让人期待的 我们来喝喝看 好好品尝一个 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美国威士忌 美国威士忌 太精彩了 好 哇 这天天天啊天啊 就是就是那种很浓郁的太飞糖 哇那种软 哇天天那种香气 你仿佛可以闻到那种软软的那种 压下去那种糖啊 压下去之后 它就会陷下去那种软糖的那种香气 嗯 还有很厚重的那种像 谈香的味道那种 因为我母亲很喜欢谈香 我有时候都会买一些 有谈香味的那种香水给我母亲啊 这种 这种熟悉的谈香 当然还有那种 山木的味道啦 黑枣干的气味啦 巧克力牛奶啦 老实说 它都主要以甜香为主 哎呀 哇真的太香了 香气 光光闻香就很迷人哦 非常迷人的好东西 整个鼻腔跟口腔都是香水味 不过我必须老实说 以我自己 喝苏格兰威士的经验 我觉得它其实 口腔当中仍然是有一些 色味啊 相对于苏格兰的价值来说 它还是有一点色味在口腔当中 不过它的违运实在太迷人了 然后 它在口腔当中不断散发出来的香气 饱满而浓郁 哇真的是像香水 其实我觉得这就像是那种 顶级 你在好莱坞上 看到金像奖的颁奖电影的时候 身着的滑浮的那种 女明星啊 绝对不是那个 九天玄女啊 江洛啊 江洛啊 不是那个啊 其实啊 对我来说 美国威士忌 跟苏格兰威士忌 是完全在告诉我们不一样的事情 他们就像是记录了 属于那个国家的文化 他跟我们说的故事 说的美感 是透过九亿来告诉我们 而我们的偏见 有可能就没有办法让我们认识 另外一种不同的美丽哦 可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